大年初一 山東日照發生特大人命案件 以軍精準遷敵傳出接報 以色列空軍對真主黨作出呼籲 更在乎美國 亞聯由AI巨頭拋售中企股份 中共科考船遭到拒入 斯里蘭卡改為迎接印度海軍 平壤叫囂佔領南韓領土 韻石月說部隊可以先行動後稟步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12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王曉祥 自從我們的頻道推出三高代謝寶以來 我們不斷收到正面反貴 張先生購買之後留下五星級的用戶好評 他說良好的購買體驗送貨也很快 目前效果挺好 下次還會購買 來自美國德州的李先生為他的太太購買了三高代謝寶 僅僅一個月 他的血糖就從7.1降至6.4 他覺得效果很好 已經回購了三次 還送給朋友 三高代謝寶不單是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的保健 他還是一種全面的保健方案 透過激活身體的自我療癒力 來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質和精神體力 也顯著提升了肝臟和腎臟的功能 三高代謝寶是更天然更健康的選擇 想了解詳情請上健康520網站 中國大年初一 本來是民間互相公足過年的喜慶日子 大陸山東日照卻傳出重大恐怖槍殺案 至少14人被殺害 十幾人受傷 而反殺人之後潛逃 其中一戶7人被滅門 連去救人的120醫生也都被殺害 案發之後 大陸多家傳媒對此案進行了報道 但都遭到刪除 當地甚至被斷網 消息被延密封鎖 微博和抖音等社交平台上都很難再搜索到 但是只包不住火 相關消息仍然從網上傳出 案件發生在2月10日大年初一 山東日照市呂縣樂河鎮窄尿村 多個爆料指向今次案件是多人團火作案 主要犯案人是一名被開除的特警 殺人之後外逃 有全兇手曾經坐過牢 和肉友一起作案 疑犯有槍有刀 案發之後有疑犯被捕 但亦有部分持槍在逃 消息員都表示死者有十多人 傷者亦是十多人 涉及多個家庭 網上傳言說 有些家庭是全家被滅門 包括川冠家庭 X平台網友洪維尼甚至爆料 至少21人死亡 另外 部分傷者已被送至隔離移水院的臨兒中心醫院 關於犯案動機 都指向兇手和死者有過節 但有人說是早年讀書時的一些矛盾 亦都有人爆料說 兇手是被兩家人告了 坐牢釋放之後報復當初的仇家 兇手使用了自小的土炮 開始是尋仇 到後來變成見人就筒 有一點被爆料共同提到的是 案發之後 醫生被警察先到 本來醫生從縣城去洛河 警察從洛河鎮住地趕往窄尿村 警車本來應該十分鐘就到 卻耽誤了整整半小時後才趕到 反而是從呂縣縣城趕來的救護車先到 到次兩名醫生亦因此被殺紅了眼的疑空殺害 引起廣泛質疑 年初一夜晚 已經有人在大陸社交平台發出萬人書 為被殺的醫護土工 但很快也遭到屏蔽 2月11日 大陸網易平台有自媒體報導了這件事 但目前網頁已經看不到相關內容 網傳圖片顯示 澤尿村疑似已經被封村 村口有多名官方人員看守 照片當中可見上面寫著澤尿村的牌樓 網上還有影片顯示 在夜幕之下 一隊賀槍實彈的武裝人員 在列隊點名 旁邊停放中共警車和官方大巴 一些村民圍觀 影片拍攝人員疑似是山東口音 武裝人員身穿迷彩服 難以判斷是武裝警察還是軍兵 抖音平台上雖然刪除了相關影片 但最初在搜索欄、搜索日照、旅院等關鍵詞時 仍然會顯示大量的槍擊案相關關鍵詞搜索記錄 但截至北京時間2月11日晚間 這些記錄也都已經被全部刪除 另外有消息說 中共當局為新年維穩的需要 嚴厲封殺消息 已經有多人因為在網上傳播此事而被捕 在以色列拒絕哈馬斯版停火協議之後 以色列國防軍再傳接報 以色列戰機在10號的空襲行動中 擊殺3名拉法哈馬斯成員 其中2名為高階軍事人員 分別負責哈馬斯的安全調查 和領導高層護衛 另外目前部隊正準備地面進攻加沙走廊 南部大城拉法 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下令 準備疏散拉法超過100萬巴勒斯坦平民 綜合外匯報導 以色列軍方10號對拉法西部的 Talesalton社區發動精準打擊 以色列國防軍事後指出 拉法有3名哈馬斯高級成員 因為乘坐的車輛在空襲中被擊中而失望 從現場空拍照可以看到 3名哈馬斯高層所乘搭的房車 一開始就已經被耳軍鎖定 在耳軍發動空襲後 這兩房車立刻就被炮彈準確擊中 在發生爆炸後瞬間變成一團火球 在空襲當中 3名被擊殺的哈馬斯成員其中一個人 是埃里亞富比 是哈馬斯在拉法地區的指揮官之一 負責提供哈馬斯領導層安全保障 另一名哈馬斯成員 是安全調查部門高階人員蘭提西 第三人是埃里亞富比的副手 伊布拉因沙特 以色列時報報導 以色列9號已經準備好進攻拉法 拉法是加沙走廊內 最後一塊未被耳軍佔領的地區 但內塔米亞湖表示 將會先疏散當地超過100萬平民 才會進一步展開地面行動 內塔米亞湖辦公室發布聲明表示 總理已經下令以色列國防軍 向政府提交從加沙走廊南部 疏散巴勒斯坦平民 並消滅拉法哈馬斯營區的計劃 聲明表示 不可能實現消滅哈馬斯目標的同時 卻留低哈馬斯在拉法的四個營地 聲明也提到 顯然在拉法的大規模行動 需要將平民從戰區撤離 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發言人海恩·瑞希 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重申 如果以色列受到國際社會約束 這個將會是對全球各地恐怖主義的公開邀請 與此同時 以色列空軍對真主黨揚言 已經準備好幾百架戰機準備開戰 以色列空軍少將巴爾首早時表示 一旦戰爭爆發 部署在黎巴嫩空域的以色列戰機 將會從現在的幾十架增加到幾百架 巴爾說 目前在黎巴嫩上空運行的幾十架飛機 只是我們能力的一部分 一旦下達命令 我的目的是讓能在幾分鐘內 出現在黎巴嫩空域執行所有任務的戰機數量 從現在的幾十架增加到幾百架 巴爾表示 大規模攻擊將會同時針對幾百個地點 包括黎巴嫩深處的隱蔽據點 以色列國防軍在稍早時的聲明中表示 在加沙作戰的士兵現在正在北部戰線進行戰鬥訓練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北方司令部的進攻師第36師 已經在加沙走廊完成了激烈的戰鬥行動 在這段期間 這個師的士兵極大地破壞了哈馬斯恐怖組織的能力 現在該師正在加強針對北方敵人的作戰計劃的準備 防禦和進攻 由於擔心阿聯油和中共越走越近 在美國的關切下 由阿聯油皇室要員塔克隆成立的 阿聯人工智慧與雲端運算公司G42 已經將其下規模達到100億美元的私募股權基金 42X Fund 收購源自中共的字節跳動 超過1億美元股份全數售出 以和中共劃清界線並安撫美國 金融時報指出 與美國密切結盟的阿聯油 瑞爾在AI領域成為全球領導者 卻捲入中美之間地緣政治角力核心 兩位知情人士說 G42已經拋售字節跳動全部股票 根據公開資訊 G42之前在抖音國際版TikTok擁有價值大約1億美元股份 在阿聯主權財富基金穆巴達拉投資公司 與美國銀湖私募股權公司等投資者的支持下 G42過去一直與微軟公司 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 開放人工智能OpenAI等美國夥伴 及中國科技公司合作 半導體養賴美國晶片公司輝達供應 穆巴達拉投資公司去年3月曾投資中國電子商務公司京東集團 旗下京東工業3億美元 去年9月在北京正式設立辦公室 但美國《紐約時報》去年12月報導指出 G42與華為等中企的關係令美國官員擔憂 美國官員擔心G42恐怕成為美國公民基因數據 流入中共官方和民間企業的途徑 該報導發表後 投資範圍多元 從氣候到消費者科技無所不包的G42 開始減少它對中企的持股 對此 在中國出生 目前為阿聯酋公民的G42行政總裁 彭曉告訴《金融時報》 鑑於無法與兩邊都合作 正在撤斷與中共第一大電訊裝置製造商 華為等中國硬件供應商的聯繫 他說沒有與過去的中方夥伴更進一步 是為了深化我們與美國的夥伴關係 這是我們所重視的 中共近來加大它在國際水域的所謂研究活動 與軍方有聯繫 號稱屬於軍民兩用的中共科學考察船 正於印度洋海底進行越來越多的研究 斯里蘭卡一月宣布 一年內不允許任何中國科考船 停靠它的港口或專屬經濟區內作業 然而印度海軍潛艇抵達可倫波港訪問 卻受到歡迎 甚至連當地海軍都出席了歡迎儀式 令中方相當無面 據此前報道 中國科考船實驗6號曾經在斯里蘭卡 據印度洋截略地位的可倫波港停靠過幾天 中共的航天遠洋測量船遠望5號 在2022年也曾停靠面向印度洋的漢班托塔港 然而斯里蘭卡政府一月份突然宣布 一年內不允許任何中共科考船 停靠在它的港口或專屬經濟區內作業 有報導說 斯里蘭卡政府開始認識到中共的危害 開始對中方船隻感到擔憂 而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印度海軍由魚級柴電潛艇卡蘭吉號 今月3日抵達可倫波港訪問 斯里蘭卡當地海軍不但無拒絕 甚至出席了歡迎儀式 此舉令中共大失面子 對斯里蘭卡政府表示不滿 並指責它所謂配合炒作中國威脅論 並酸漏漏地說 印度旁網自大地 將南亞國家視為自家後院 實際上印度政府此前曾經多次 明指中共科考船是間諜船 藉著科考的名義 來印度洋從事一些間諜工作 嚴重威脅到印度的國家安全 同時印度政府還向斯里蘭卡撕壓 去年總理莫迪親自敦促斯里蘭卡政府為赫瑞米新客 要求他尊重印度的國家安全以及戰略關切 今次斯里蘭卡政府的決定和舉動 被外界認為是印度的一大勝利 在單方面宣布廢除兩韓經貿合作法案和協議之後 北韓獨裁者金正恩日前再度聲稱 南韓是北韓的頭號敵國 還公然將佔領平定南韓領土稱為國策 南韓總統韻錫月隨即訓令南韓陸戰隊 如果受到挑釁可以先行動後稟步 2月8日是北韓所謂的建軍節 金正恩在建軍節當日下午 葵同女兒金主愛訪問了國防省並發表講話 金正恩再次將南韓定性為對北韓前程危害最大的頭號敵國 是永遠的主敵 無法用對話換來和平 他還宣稱將有事時佔領平定南韓領土作為國策 是確保我國永遠安全 和未來和平穩定的萬分妥當的措施 金正恩聲稱 北韓主動擺脫了因同一民族這個表述 而不得不和南韓開展形式主義對話 及合作的不切實際的枷鎖 而基於對敵國的明確定義 憑借能夠隨時擊潰消滅敵人的合法性 就可以發展更強大的軍事力量 保持超強硬的應對態勢 在金正恩公開發表上述威脅性講話後 南韓總統韻錫月 在2月10日到前線視察南韓陸戰隊 並在對陸戰隊的軍人訓話時強調 如果敵軍挑釁我們 應該進行先行動後稟報的原則 毫不猶疑展開果斷而強烈的回應 以完全粉碎敵方意志 據法新社報導 尹錫月2月10日還視察了多管火箭系統部隊 並告訴軍人 必須做好慢傳準備 以立即回應敵方挑釁 此前北韓當局在2月7日 舉行了第14屆 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 第30次全體會議 通過了關於廢除 北南經濟合作法 金剛山國際旅遊特區法 及其施行規則 以及北南經濟合作相關協議的議案 此外北韓還單方面 廢除了兩行之間 簽署的各種經貿合作協議 以表明它不再跟南韓 進行經濟交流的決心 對此南韓統一部表示 截至2018年底 兩行簽署的協議共有250多項 其中經濟合作相關協議有110多項 就算北韓單方面廢除兩行之間的協議 亦並不意味著它失去效力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個讚賞 金剛才是否認識 我們下一個月的 你或許一張 我們下個月的 如果我們下個月的 請到這邊 我會叫你